對 所以現在請教一下穆華哥 這感覺上從英國脫歐之後 現在歐盟不斷的在分裂過程當中 而且這一次除了義大利之外 像西班牙這個禮拜五 對這個首相也要提出不信任投票 所以問題好像像滾雪球一樣 越來越大 對 歐洲現在應該講說風火連天 不但是東歐有問題 東歐像波蘭 像匈牙利 現在有針對整個歐洲民主制度 一種反抗的運動 另外我們看到西歐的部分 西班牙也出了問題 等一下講他不信任投票 禮拜五有可能會引起很大的風暴 同時真正最大的問題還是在義大利 因為剛剛講這個Vita 就所謂的崩盤四國 你說維爾拉 你說阿根廷 這些國家也就倒罷了 倒還好 真正嚴重是義大利 義大利是G7工業國 而且他是歐元區的創始國 沒錯 歐元區的創始國 而且又是G7的成員國 同時他又是歐洲 歐元區的第三大經濟體 如果說這個國家一旦經濟崩潰了 還得了 尤其是現在義大利的國債 佔他GDP的比重已經高達130%了 事實上他的債務問題非常嚴重 這已經超過歐盟的標準 大概是一倍的標準了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況 再加上銀行業的困境 如果一旦爆發了整個金融風暴的話 那恐怕對歐元 對整個歐洲的經濟 跟全世界的金融市場 都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所以歐債危機可能再次重演 這個當然這個機率不排除 只是說我們現在先不要把事情看得這麼悲觀 也許還有轉圜 但是這個危險 這個風險 是在持續上升的一個情況 那講到義大利的問題 我們就必須要講到這個所謂的民粹政黨 民粹政治的問題 為何崛起 兩位主持人有談到就是說 為什麼義大利這次又發生這麼大的問題 其中真的關鍵就是兩個政黨 就在今年3月的時候 義大利大選不是有兩個政黨脫穎而出嗎 一個政黨是得到義大利單一國會 最大黨的 33%的選票叫五訓運動 另外一個政黨 舊名叫做北方聯盟 現在叫做聯盟黨 它其實就是義大利的中右翼的 政黨所組成的一個聯盟黨 那這兩個政黨 一個拿到33%的票 一個拿到37%的票 都不超過40% 照理來講 這兩個政黨都沒有辦法阻隔 對不對 所以從3月到現在 義大利的這個內閣 一直是弦缺的一個情況 對 義大利有兩個月都沒有這個 無政府狀況 現在是由這國際貨幣基金的官員 派來等於是看守政府 對 直到最近這兩個政黨 忽然談攏了 這兩個政黨就要核阻這個內閣了 結果他們提了一個法學教授 叫孔提 這個人被義大利的總統 馬德雷拉現在目前是接受了 但是孔提接受之後 他要阻隔對不對 他提了一個人 這個是大的一個大爆炸彈 這個人就是叫做薩弗娜 薩弗娜現年81歲 是個著名經濟學家 他曾經講過就是說 義大利加入歐盟 加入歐元區 其實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 那你想想看 義大利總統怎麼能任命他呢 當然就否決了這個任命 就這一否決任命不得了了 那這義大利的現在目前的兩個最大的 所謂一歐派的政黨 就我們剛剛講五星運動這兩個政黨 現在就要把義大利總統給彈劾 要廢掉他 那這樣一廢掉 不是整個現在目前就出現了很大的政治危機了嗎 所以義大利總統馬德雷拉 趕快就任命了另外一個人呢 叫做柯達雷利 用這個人呢 試圖先主持一個臨時政府 那但是現在還有一個大問題 柯達雷利必須要通過 義大利的參眾兩院的同意 如果沒有同意的話 8月份 義大利就要舉行大選了 那就算這個柯達雷利通過 參眾兩院的同意的話 明年初柯達雷利也說 他先通過這個預算之後呢 明年初也要重新大選 所以現在整個風暴就出來了 那剛談到一個非常關鍵的政黨 因為義大利現在最大的單一政黨 拿到33%的選票 這不是一個小黨 你知道這個政黨它才成立多久 才11年的時間 怎麼會那麼快速的一個政黨會崛起呢 當然跟現在目前這個反全球化 民粹的風起 跟反移民也是有關係的 這個政黨叫M56 就N5S 就是五星運動黨 那所謂五星運動是什麼呢 它標誌它五個核心價值 包括自由上網 包括環境保護 這個五個核心價值 是他們所標榜的 那他們靠什麼起家呢 他們最主要都靠這個集會 跟網路串聯起家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目前這個照片 他們這個集會 動輒他們的晚會 都是萬頭磚洞 是非常多人 跟演唱會一樣多 演唱會一樣 然後你知道 這個政黨到底怎麼發起的嗎 2008年的時候 義大利有一個家喻戶曉的諧星 叫格里洛 格里洛就這個人 對 這個人啊 是一個不修篇幅 然後滿口成章的人 但是呢 他在2008年 他開了一個部落格 專門寫 批評政府實證的 這個內容 獲得啊 一名驚人的大好評 所以你知道 當年太武士報啊 就把全世界 最大流量的部落格 是給了他了 那他這個隔年呢 就開始成立了五星運動 這個政黨 這一成立不得了 11年的時間 在2013年的時候 他們就拿到25%的選票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五星運動的mark 然後各位看到他們這個 背上穿的這個T-shirt 後面就是五星運動 這個告訴你說 五星運動現在在義大利 有多火紅啊 好 那這個就是現在目前呢 義大利的總統 這個總統叫做馬德雷拉 義大利的政治情勢 是很奇怪的喔 他其實有去 他有總統他有總理 對 那他總統呢 是國會這個投票通過 是7年任期 是 照理來講 他總統其實是象徵值啦 就是說 他總統就有點像是什麼 英國女皇這樣子的位置 日本天皇的位置 他其實是一個象徵值 那照理來講 這個內閣總理提的人選 他都要蓋章通過 他其實是一個橡皮圖章 但他看不下去了 你們這樣亂搞還得了 因為這兩個政黨 他在義大利現在 這個財務這麼困難的情況下 他居然講說要增加 這個國家的開支耶 然後呢說要這個 停止對於勞工啊 過去所實施的一連串的 這個改革 哇 那這個總統看不下去了 所以他乾冒大不會 這個否決掉了經濟部長 就是薩弗娜這個人 那這個總統一否決掉 變成義大利史上 三次 這個總統否決總理人選的 這個例子 事實上義大利現在 內部的政治情勢 可以講說一片混亂 對 那其中講一個 比較有趣的 就是義大利現在的 這個羅馬的市長 是個女性 各位知道嗎 是 羅馬2500年來 第一個女性市長 這個女的叫做拉吉 給各位看一下 長得很漂亮 但是呢 現在被媒體啊 轟說呢是 有臉無腦啊 這個有臉蛋 但是沒腦袋 他當了這個兩年的這個市長 他是五星運動這個政黨 所推出來的人 他也是五星運動 是啊 他是五星運動的推出來的人選 當了兩年羅馬市的市長 羅馬市何其重要啊 各位 你可以看到啊 他最近的一個笑話是什麼呢 因為羅馬市裡面的公園啊 雜草這個長到天上 所以呢 沒錢撿也沒人去撿 是 因為羅馬現在的這個市值 有140億歐元之高啊 那他說怎麼辦呢 你猜他怎麼辦 他說叫羊來吃 直接羊來吃草 對 他說這個草很長啊 省了人工的預算 所以我們可以牧羊啊 所以叫羊來吃啊 以前人家就說這個放牛吃草 他是說放羊吃草 但總要有人來管羊啊 那我們剛剛不講嗎 那個羅馬現在的這個 這個財政赤字高達140億歐元 怎麼辦 他又另外一個idea了 又有新招 各位都知道 我們去義大利玩 一定會去這個許願池嘛 這個義大利最有名的pension 叫特雷維pension啊 特雷維pension 你知道每一年啊 那個硬幣丟下去 估計有多少錢嗎 大概估計超過100萬美金啊 一年100萬美金啊 丟到這個 所以丟進去的錢 不可以去亂撿啊 他居然有一個idea說 我們把那個錢撈起來 然後呢 去解決呢 去我們這個市的這個赤字 等於把香油錢拿來攪碎 對 他說的比喻非常妙 結果你知道怎麼樣嗎 還沒有撈錢啊 5月9號發生 羅馬市的市營公車爆炸 為什麼 因為公車太老舊了 沒錢維修 結果呢 就在噴泉旁邊燒起來 一燒燒兩台 這個就是一個大笑話 好那 所以現在去義大利旅遊 好像有點風險 這樣聽起來 對啊你不要坐市營公車 因為它市營公車 可能隨時會爆炸 這不是開玩笑 真的是發生在今年5月9號的一個大新聞 是 那剛才不是談到說 那個這個 沙佛納要發行那個所謂的 迷你債券嗎 這個取代歐元 我跟各位講 其實呢 羅馬帝國怎麼崩潰的 各位知道嗎 我們剛剛講義大利的老祖宗羅馬帝國 羅馬帝國呢崩潰在西元 476年西羅馬帝國 那羅馬帝國真正的崩潰原因 就是財務的這個問題的爆發 通貨大膨脹 是 因為羅馬帝國到最後的時候 他的那個軍隊啊 從找出了20萬人 擴張到60萬人 那都要發想嘛 那士兵沒錢怎麼打仗 不可能替你打仗 那北方蠻族又入侵 所以呢 羅馬的皇帝啊 那個 那時候那個 那個皇帝叫做 這個奧勒良這個皇帝啊 這個奧勒良大帝 他就想到一個idea了 他說呢 我們把羅馬的錢 各位看到這個是羅馬的錢 叫蒂爾納 他說呢我們把羅馬錢改一下 叫做奧勒良幣 把他從蒂爾納變成奧勒良幣 然後你知道嗎 他含銀量啊 從奧勒良幣的這個 含銀量變成只有5%的含銀量 一顆變20顆就對了 所以說這個貨幣上面 就有兩個x在一個1 就是羅馬字的21 也就是說呢 就是20比1的意思 就是說過去的一顆這個蒂爾納呢 現在呢等於換20顆的這個奧勒良 你說有這樣的通貨膨脹 這樣去貶值嗎 各位這不是超級通膨嗎 結果這樣一搞之後 他這個新幣啊 你知道當時羅馬人怎麼樣 蜂擁到街上 拋售這個新幣 瘋狂的收購物資 就跟那個惡性通膨一樣 這樣子一個惡性通膨 就把這個整個羅馬帝國 最後已經岌岌可危了嘛 他的財政壓力非常大 岌岌可危就把整個羅馬帝國 一下崩毀了 高垮了 所以前車之鑑 他們現在還沒學到 還在那邊惡搞 好我們當然不希望這個 之前羅馬帝國通貨膨脹的歷史 又再次重演在意大利的身上 可是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呢 接下來剛慕華哥有點到 接下來意大利可能 八月份要重新選舉 不是八月份 就是明年初要重新選舉 但是按照剛剛 慕華哥告訴我們 現在意大利民粹主義 還有極右派的崛起 甚至帶動了很多網路素人 政治素人 一系之間變成是政黨領袖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對於整個市場經濟面的一個影響 現在呢 意大利的股市呢 已經瞬間出現了崩盤的一個走勢了 看到呢 這一波從高點已經是下跌了 2.4%的幅度 那包含了歐元也連帶的受到了 這個連鎖效應的影響 歐元呢 其實已經一反了去年的強勢 在今年呢 一路的往下崩 現在的價位呢 雖然今天歐元稍微出現了一些直扁反彈 但是它近期已經來到了 半年來的新低價 那當然啦 意大利的政局經濟不穩 也連帶影響到 意大利的十年國債收益率 十年國債收益率瞬間往上飆高到 2.7左右的警戒水位 這也是2014年以來的新高 那如果意大利現在很有可能是 整個歐元區的未爆彈 它試圖要重新複製之前英國脫歐的這一套戲碼 那它是不是真的可能會成為是 歐元區現在最大的黑天鵝呢 好看到德國股市呢 也受到了一些影響 德國是歐洲的經濟火車頭 但這一波呢 德國也剉雷蛋 它也很怕意大利真的想要脫歐 德國股市從這一波的高點 也已經往下拉回了2.5% 法國股市往下拉回了2.6% 那當然呢 這個道琼英國參考指數呢 也是有一點受到了衝擊 往下拉回了2% 不過英國是最早脫歐 它脫歐之後股市是先跌 股市現在再創一個波段的新高 所以這個義大利的股市 有沒有可能複製 儘管英國脫歐之後呢 它還是難免會受到整個歐洲地區的 政經局勢動盪的一個衝擊 那現在的問題呢 不只是在歐洲 包含了希臘 希臘也是之前這歐洲五國歐債的造勢者 歐債為基的造勢者之一 其實這一波的股市往下跌了12% 也是來到半年的新低了 那我們近期呢 也注意到了巴西的股市也在崩跌 巴西內部呢也是有政治經濟局勢動盪的問題 連續7天全境封鎖式的罷工 也讓巴西股市幾乎是崩潰 大跌跌了13.7% 來到今年來的新低 那包含了剛剛呢 VSI裡面的這個阿根廷呢 也是出現了股市崩跌的一個影響 對 您就講到一個重點 為什麼義大利的事情要把它用放大鏡來看 因為過去歐洲五國的問題都是在歐洲 可是這一次呢這個VITA就是崩盤四國 是遍布全世界 VITA 對 VITA 阿根廷呢在南美洲 委內瑞拉在中南美洲 另外呢 土耳其在中東 那義大利在這個歐洲 等於說全世界都有點這個到處點火 風火連燒的感覺 是 所以這個風火連篇 接下來馬上要影響到的 是不是整個歐元區 不管是歐洲股市 還有歐元的一個匯價 是不是又會再次出現了很大幅度的一個變化呢 我們來關注到匯率的部分 這歐元的K線呢剛剛有講到 歐元呢近期已經開始往下做回扁 來到半年的新低 那連帶呢包含了看到 土耳其里拉 其實土耳其也是今年在整個歐洲貨幣裡面呢 它的一個貶值幅度也是相當的大 大概貶了快27%左右的幅度 土耳其它同樣也是有發生了很多政治經濟的一個問題 還有土耳其央行的錯誤決策的問題 那包含了人民幣也來到了4個月的新低 委內瑞拉呢現在國內的通膨也是相當嚴重 所以委內瑞拉央行呢 它是用鎖住貨幣價格的方式來試圖止血 那包含了阿根廷批索 這一波呢也重貶了兩成以上 現在呢錢都跑到哪裡去 跑到美元還是強很強 美元指數呢昨天又創下了半年來的新高了 所以近期市場上就在估這個 我們是不是可以持續的大空歐元呢 歐元會繼續的走弱 美元會繼續的走強嗎 要來請教邱教授 因為邱教授這個歐元呢 在短短的6個禮拜之內呢 就貶值了將近有6%左右的幅度 連貶6週之後 今天的歐元稍會出現了一些反彈的現象 歐元到底有沒有機會可以在短期之內指血 它的一個主體的關鍵點在哪裡 還是現在應該要繼續的做空歐元 我想呢從這個歐元對美元的這個 匯價的這個圖來看的話 所有的市場呢都在走預期的心理 那在二月的時候呢 歐元對美元呢就已經升到了這個1.255 那從1.255之後呢 因為預期這個意大利的這個狀況 所以說歐元的這個匯價呢 就開始往下扁 那這個扁五呢 目前來看是一個緩跌的一個格局 但是呢我們展望在6月份的時候呢 歐洲央行的ECB呢 會有關於這個QE 因為目前呢歐洲的這個QE 歐元的QE呢 還沒有退場 但是有在討論說準備要退出QE嗎 對 準備要退出QE 另外第二個要結束這個 付的這個存款準備率 那這樣一個狀況的話 會使得未來 在對未來的那個時間點 五月底或六月初的這個時間點 在向這個六月中去做預期的話呢 可能這個利空呢慢慢就結束了 就是說有關於這個意大利 因為意大利還要到八月 所以 教授的意思說歐元的利空 應該在這邊會暫時告一段落 告一個段落 因為大家預期呢 這個QE呢要結束了 寬鬆要結束了 所以已經先反應了 所以呢會先反應 這個QE的一個慢慢去向中性 甚至呢去向升息的一個緊張的狀況 所以呢在這個針對六月大概14號 或者是六月中行左右 這個歐元的走勢呢會觸底 而且呢會往上仰的 那這樣一個狀況的話 會影響到美元的指數 因為我們知道說 美元的指數 權重最高的是歐元嘛 所以說這一波這個美元指數呢 不會再繼續往上衝 目前呢已經衝到了大概94左右 所以美元可能會在高檔開始盤整 對 會在這個不算高檔 但是就是說 會開始出現一個盤整的狀況 那這樣其實這樣一個盤整的狀況 對拉丁美洲或對亞洲來講呢 東南那個A省來講呢 是非常有利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都是債務的國家 那如果說你要追溯的話 就是美國對這兩個的這個新經濟體 它態度上基本上呢 是過去是不同的 第一個拉丁美洲在198幾年 雷根時代的時候 美元指數上升到124 剛剛主持人兩位指導人 都有提到阿根廷的危機 就是那個時候引爆的 然後到現在都還沒有解決 然後呢現在稍微美元稍微強勢一點 到95的時候 阿根廷呢就 就快要又撐不住了 所以呢又出現了 那美國呢對於拉丁美洲 基本上是支持它的發展 但是呢這個債務是一定會計較的 那另外呢這個美國對亞洲國家 尤其是對這個東南亞的這個 冬協的這個國家 因為在1990年就是蘇聯這個解體之後 等於宣告冷戰結束嘛 那冷戰結束之後 他認為他不用在這個 對東南亞的這個共產黨的這個 整個都不再關注了 所以說為什麼歐巴馬後來覺得這個不行 這個如果說沒有再回到東南亞的時候 可能會被中國拿去了 因為中國在1997年的時候 這個泰國的金融風暴的時候 李克強呢是用財政去支持這個整個東南亞 所以呢歐巴馬呢就重新 有一個口號就是重返亞洲 那為什麼重返亞洲呢 因為打完這個冷戰之後 那就覺得好像就沒有敵人了 所以說國無敵者很亡就是這樣 一個國家沒有敵人一個人的努力 如果沒有目標的話 那永遠停滯在那邊 那美國呢發現為時已晚 因為目前第一個來看的話 就是說美人這個會還走 那另外呢有關於這個人民幣 開始會強勢 所以說在劉鶴去談的那個方面的話 他沒有講的一些訊息 暗示如果說是成功的話 一定是用人民幣的升值作為交換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判斷 那當然外匯的這個調整 基本上是不能講的 因為你一講的話 然後這個預期心理就會跑出來 然後整個市場 外匯市場呢全部都會亂掉 因為長期的匯率呢 是由強前所決定 那短期呢就很簡單 就很容易看 那中期的話 用波浪理論去做分析 就可以分析得出來 那另外呢 我們比較擔心的是這一波呢 有關於這個黃金的價格 因為黃金價格沒有上來 代表這一波油價的上漲呢 是cost push 所以這樣很危險 因為你沒有需求的這個上漲 所以在我們來看的話 有關於這個稻蟲跟這個排骨的指數呢 未來一定會分離 我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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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因為自己是清漳很多 Zak替你們 也沒 illum 我把這個 бренд更好 加入幾天 很有名的